哇 Gemini真的是没有要让 这两天又发表了好多的新功能 像是Canvas或者是Audio Overview 那Canvas的话其实之前在QRGB上面就有看到这样子的功能 就是它是一个在AI里面直接就有的文字编辑器 你可以透过跟AI对话的方式直接修改你的文章内容 就是说它可以帮你改写 或者是直接帮你提供一些比较的表格或是内容之类的 那Audio Overview的部分 就是之前Notebook LMA那个超级火红的功能 它可以直接帮你生成Podcast 这是超级夸张的 然后最近呢也发现Gemini它的Deep Research变好用了 到底为什么变好用呢 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看这些好玩的新功能吧 那首先第一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Canvas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这边已经启用了这个Canvas 它其实就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输入栏的下方这边 Canvas你按下去之后呢 你问了什么问题基本上就会展开这个新的视窗 然后大家看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文字编辑器 但是其实最特别的就是你可以透过跟它讲话的方式 直接要它多写一些东西 或是直接帮你调整文章里面的格式或是内容 那其实右边这边呢是有一些按钮可以直接选择 例如说你可以直接选起来 然后它这边有一些简易的功能 例如说帮你改长度啊然后缩短啊 或是调整语气啊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功能这样子 那我个人觉得最特别的还是透过对话来跟它 就是修改文章里面的内容 但是其实我刚才测下来呢你还是要 还是要稍微就是适应一下要怎么跟它互动 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那么明确的话 它就会文章就会跑掉 其实这个问题跟之前TrackGPT也是一样的 因为它有时候会抓不到你实际的意思 例如说我刚刚呢试了很多次 我跟他说我想要在这个文章后面 帮我附上一个比较表格 那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吧 就是你只要在这个文章后面 直接帮我生成一个新的表格就好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听不太懂 然后他就一直生成一个新的Canvas 他会另外开一个新的文件 其实他不会在原本这文章下面写一个表格 后来呢我是试到说我一定要在前面明确的指示说 我要在Canvas的最后面加上整理表格 他才会在文章的下面生成这个表格 我们来试一下 我现在是没有表格的状态 然后我现在输入 因为你会发现呢 他其实每一次你跟他讲话 他都要再重新生成一遍 就算你希望前面的文字是一样的 这个在TrackGP之前也是一样 其实我是比较希望说 他的方式可以是你选这一小段 然后你就直接改这一段就好了 就不用大费周章就是整篇文章还要重新生成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搞得那么复杂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他就直接帮我写在这个文章后面 我已经试错过很多次了 所以现在这个是正常的 那我们现在来试看看其他的功能 例如说我希望他可以在这个文章里面 帮我加一段 比较的内容 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GEMINI 2.0 PRO的这个模型呢 我们有点不太清楚他跟一般的 Flash模型到底是差在哪边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请他在这一段的后面 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Pro还有Flash的比较的一小段文字 那我们就直接请他 对啊你看我现在要跟他阐述这一段的位置 我还要自己另外跟他用文字指示说在这一段的后面 我觉得比较直觉的应该是我把它选起来 然后他应该就要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现在目前好像是没有这样一个功能 这边有一个Astram来 但是我记得我这样子打进去的时候 他只是会解释这一段文字 但是他不会直改这一段文字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来试看看 在他后面加一些比较的东西 有他他现在这样子就把那个Flash的比较写进来了 就会比较一目了然 现在Canvas最大的功能就是他听不懂你在说 你文件里面的哪一边 他之前在TrackGP上面我会觉得很难用 就是因为他连现在这个东西都做不到 我连跟他说在某一段后面加什么东西 TrackGP都会搞错 或者是他会把整个文章缩短 就很莫名其妙啊 就是我们我们想要的编辑文章是 就是一部分修改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我每一次跟他对话 他都要重新生成整篇文章 可能之后会改进吧 就是目前是这个样子啦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也可以用来写程式 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Canvas 直接要他写一个程式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他就这样子一个视窗 然后呢帮你把所有的程式码都先写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超酷的就是他会直接preview 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你网站大概的样子 那他写的非常的有模有样哦 基本上就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一个网页 对吧这个网页真的是可以直接用了 你就把你的商品直接放进去就可以用啦 而且设计的还蛮好看的 你有没有觉得 大家看到上面这边呢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code 一个是preview 你就可以在这边切换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修改里面的code 哪边你觉得要修改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要他修改 这样子 然后preview的话 就可以直接看到他实际呈现的样子 例如说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让他把颜色改成蓝色系 好哦 蓝灰色哦 这是蓝灰色吗 这不是蓝灰色吧 把整个配色改成高级蓝色 好我刚才也就是试了三次 我希望把他这个网站的一些配色直接改成蓝色 但是显然他是听不懂的 所以这就会蛮麻烦的哦 就是他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因为我刚才稍早的时候我试了一下就是 发现我打中文的时候有时候会出错 然后英文的话他真的会听的听的比较懂 然后效果也会比较好 完全不懂里面的原理到底什么 可能因为这个AI就是美国人发明的吧 为什么英文就可以啊 好所以大家呢 如果你想要让German来效果更好的话 建议大家就是用英文 那其实切换英文不是那么难啊 你就把你的问题输入进去之后 直接用那个电脑里面自己本身的翻译功能 就已经非常好用了 效果真的差很多耶 像是刚刚我用中文 就已经没有办法让他听懂我的指令了 然后现在要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他听不懂中文的部分 就是呢我今天想要问 German来自己 German来的新功能有哪些 结果输入进去之后呢 他就直接出现这个鬼打墙 他就重复了我的问题 然后就也没有要去帮我搜寻啊什么的 而且试了好几次都有一样的结果 只是另外一次 我基本上试了有四五次以上吧 他就是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就是中文的支援度我觉得是比较差的 而且如果你觉得现在German来用中文 呃讲话很难用 呃我觉得蛮正常的 因为刚才这样试下来真的 呃他对中文的理解能力 非常的差 然后用英文的话 为什么效果就是极好 是真的极好 就是包含连搜寻的功能 你用英文下去搜寻 他都会比较准确耶 所以就是 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窍门是不是 但是这其实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bug 他应该自己要解决 而不是我们要去适应他才对 所以就是 大家如果有在玩German来的话 就是可以参考这个小小的小技巧 用英文的话 他效果真的比较好 好那我们刚才测试了这个文字编辑 还有写程式编辑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要来测试 Audio Overview 这个功能就是可以帮你把文件 或者是Deep Research的结果 把它直接转成一个Podcast 而且是一个非常逼真的Podcast 那我们来看一下要如何使用这个功能 就是 首先你要把它切到英文版的Germini 我刚才找了超久的 因为这个功能是 是昨天才推出 然后我就在这个网站上面一直找说到底在哪 结果 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要切到英文版 才能用这个Audio Overview 因为Audio Overview现在只有英文 就是他只能生成英文的内容 丢给他文件可以是各种语言没关系 但是他产出的就会是英文 那要怎么用呢 就是我们现在 他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你直接丢给他文件 好文件丢进来 文件丢进来之后 你会看到上面有个Generate Audio Overview 你就按下去 然后他就会开始生成我们的Podcast 那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在Deep Research的结果的地方 就可以直接请他生成一样的音档 好例如说这边呢是我一个Deep Research的结果 然后我右上角这边呢就有一个下达选 但这边就有一个Generate Audio Overview 他就是一样会生成就是Podcast 这样子 那他生成的时间要花一点时间了 就是好像要等个十几分钟 十几二十分钟 那他好了之后呢 其实他他一个Podcast都很长 就是至少会有十几二十分钟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成果 我们下达到了Google Gemini 我们下达到了Google Gemini 今天 将会变成一种果子 所以你不必要學一整個新的系統 對,那是一個很大的部分 我不想要再學習所有的東西 只要得到這一點的利益 當然 你可能是對AI接受度不是那麼高 然後他就會有一些潤視 譬如說他有提到說 就是大家可能對AI的接受度 現在不知道是怎麼樣子 你有可能會很害怕 但是你也有資格這樣子害怕 但是呢 這些工具就是會幫助我們非常的方便 然後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這樣 就是 他是一個比較流暢的帶入這樣子的話題 而不是直接把那個新功能念出來給你聽 所以就會還蠻貼近我們 真的人在講話的感覺 然後這個東西呢 你就是可以 例如說通勤啊 或是運動的時候直接聽 就會還蠻 效率就會還蠻高的 因為像我們剛才直接看那個文件的話 其實不是那麼好消化 那用這個Podcast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非常的容易吸收這些東西 不知道大家覺得效果好不好 我覺得是聽久了會有一種 你知道他就是假的 然後也會有一點膩 然後你就會 就會大概聽得出來他的破綻到底在哪邊 因為他有時候會加一些莫名其妙的突然笑一下 或者是哪邊突然出現奇怪的聲音 你就會開始聽得出來那些東西 但是瑕不言喻啦 所以他的效果還是非常的好這樣子 好那下一個呢 要來講其他一些比較之前的新功能 然後我之前還沒有好好的介紹 首先第一個呢 是AI代理的功能 他叫JAM 就是在左下角這邊有一個JAM Manager JAM 對 那這個JAM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你可以幫他創建很多的角色 例如說你今天想要有一個固定的英文老師 或者是什麼幫你寫Email的固定的一個助理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直接設定 那他設定好之後呢 會出現在這個列表的這裡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選 就非常的快速 你就不用每一次開新視窗 都要給他一個設定角色的一個指令喔 你就直接點他 然後開始叫他幫你寫Email這樣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每一次都要重新這個步驟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自己設定了哪些東西 我剛才自己設定了一個Steve Jobs 還有Elon Musk 就是呢你今天想要聽看看這些名人 有什麼樣的想法的話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直接開始跟他對話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就是會蠻有梗的吧 你就可以聽到一些比較狠啊 然後比較直接的一些觀點 或者是呢我之前也有看到有人 就是他們會把一些像是自傳的東西 直接餵給他 他就基本上可以複製那個人講話的方式之類的 那我們看一下我自己這樣很土炮的設定方式 就是我就說你是Elon Musk 然後你的個性要完全符合他 然後他的智商跟處事方式 都要原汁原味的呈現 然後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 好的壞的都要表現出來 因為如果你沒有特別講的話 他其實就會比較保守 就是會變得很善良 然後很政治正確的Elon Musk 我們不想要看到那樣子嘛 所以我才會跟他說 我希望你就是都要講真心話 因為我發現沒有這個提示詞的話 他就會很無聊 對就是很無聊這樣子 因為我們之前很喜歡Gronk 就是因為Gronk他講話很很有個性 很不怕衝突的一個AI 就是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也稍微的繞開 German來自己本身很善良的設定 那我們現在呢 來看看這個Elon Musk 我們來跟他對話一下 就按進去之後呢 直接就可以開始問他問題 好昨天特斯拉在美國又被攻擊了 就是有車子被燒 然後我們來看看他有什麼樣的想法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講話真的很像耶 他說當然有想法這種事情在發生 我針他插得不知道這些人在想什麼 真的很像他自己本人講的話耶 然後呢他說蓄意破壞 他覺得這是恐怖主義 那我其實有看到說他真的有發表說 他覺得這是恐怖主義 所以這也有可能是German來 他自己本身資料更新或什麼的 更新的非常的快 所以他大概知道說他本人是怎樣的想法這樣子 對然後要講到German來他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就是他的資料更新真的非常的即時 真的大概是目前看到最即時的吧 就是最近用下來應該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German來的新功能是昨天才推出的 然後我今天在找資料的時候 他裡面就已經可以直接插到這個部分了 那當然也是用英文插的啦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中文就是效果沒有到那麼好 所以就是推薦大家都可以用英文來玩看看 所以利用這AI代理的功能 你就是可以創造出很多的角色 然後非常方便可以直接開始跟他一些 你平常日常會使用到的對話 例如說寫Email或者是英文教學等等的功能 就可以直接打開這個人設 或者是你想要跟誰對話 你也可以直接開始跟他對談 就蠻有趣的 那這個功能其實有很多AI都有啦 像去German也有 所以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玩玩看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呢介紹了好多的新功能喔 Canvas啊 Audio Overview啊 然後還有German的新功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已經開始用這些功能了 歡迎在下方分享你自己的心得 那我自己呢最近是用比較少這個German 但是今天這樣子看到他覺得還蠻好用 尤其是他Deep Research現在很準確真的很準確 真的很準確 大家可以趕快去試玩看看 他現在應該是要付費版才能那個Deep Research 但是其他今天介紹的新功能都是免費版就可以用這樣子 好那我們介紹就到這邊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首先我們再 repairs一點就好 然後呢 我們呢 請問我們